人类正面临一败涂地 自从丧尸出现之后 人类社会的秩序迅速走向 而崩塌 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降临了 丧尸一旦见到人 就像瘾君子见到毒品般发狂 他嗅觉灵敏 咬合力惊人 连续多天不进 时也不会停止活动 更可怕的是 一旦被咬到 如果没有彻底死亡 在24小时内 就会彻底转化为他的同类 对下一个人类进行劣势 熟悉这段往事的人知道 接下来将会有一个人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局面 这个人被称呼为所谓的救世主 我动了动手指 费力地睁开眼睛 这里是某个城市的废墟 或者叫遗址 前方破碎的石头 堆上有几具正在爬行的丧尸 露出空洞的喉咙 被咬掉半张脸 或者直接暴露出森森白骨的怪物 一个带着铁网的头盔出现在面前 里面是一张完整的人脸 是一个女人 没事吧 眼前人的声音模糊又清晰 就像遥远的广播电视台 通过声波传来的信号 一股剧痛就通过大腿上的神经 直冲我的大脑 恍惚间甚至能闻到 肉被摁在烧焦煤炭上滋滋的香气 啊我被动的嚎叫了一声 就被来者捂住了嘴 小声点 不要把他们招惹过来 他们指的应该是旁边的那些怪物 跟我走吧 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 穿过还在燃烧的街道和遍地的残骸 沿着一条满是荆棘的道路 慢慢走向一栋房子 很简陋的场所 墙边甚至涂满了粘稠的红色液体 和黄白相间的凝固状不明物体 可能是油脂之类的东西 门牌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医院二字 甚至都没有命名 面前的人摘掉了头盔 露出了全部的面貌 他大概三十岁左右 中短发 黑眼圈浓厚 看面像活像已经熬了三天的大夜 我叫王施 是这里的医生 把名字和身份证号码报上来 根据你的出生地 我们会安排相应的安全屋送你过去 女医生这样说道 我叫我张了张嘴 下意识地想要吐出一个名字 但是那几个字 如同被人用刮刀从记忆中挖掉一般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我叫我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我急切地盯着他的眼睛说道 没有说谎 我真的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不怪的在一块板子上写着字 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像你这种失忆的情况虽然少见 但也不是没有 估计是被这样啊 那你还记得任何相关的信息吗 医生见怪物攻击到大脑了 怪物就是门外的那群吗 是的 他眼瞼一该地回复完 就匆匆走到了下一个病床旁 隔壁是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的少年 正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断掉的左手 场面一度有些甚人 身边的广播里传来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声音 仍旧敬业地在播报着节目 关于所谓怪物的成因 众说纷纭 电台筛选出了流传度最广 也是最有可能的几种说法 简单地介绍给大家听 首先是最有争议的实验室泄露说 各国都有不可能见人的秘密实验室存在 专家推测秘密实验室在研究新型病毒的时候 发生了泄漏和感染 第二种说法是外星说 有部分专家认为 也许是陨石中携带了外星病毒 导致了这一场灾难的发生 第三种说法是远古病毒说 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 南极和北极冰川已经大体融化 远古病毒的复苏有可能是其中的 第四种说法是和泄漏海洋中被倾倒了大量核废水 核废水对了 是核废水 肯定是核废水导致的 似乎在记忆中捕捉到了辐射之类的字眼 我便不假思索地喊了出来 狗屁肯定是实验室泄漏 这些人一直都这样 从来没变过 一对面断了腿的大爷喊道 不对不对 是冰山融化 远古病毒出现了 你没听专家说吗 一时间病房里的人争吵了起来 是陨石了 肯定是陨石 人类没有那么大的本领 但是坐在我旁边的男孩 却一言不发 安静地过分了 我侧过头 看向他 问道不痛吗 他眼睛悠悠地看过来 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出 不痛 我感觉不到痛 这样吗 我看着自己的伤口 疼得要死 你叫什么 医生已经离开了病房 另外几个人正吵得热火朝天 我只能选择和少年搭话 十一 他回答道 十一 好奇怪的名字 姓什么 不知道 只知道叫十一 他继续用不带感情的声音说道 父母呢 死了吧 大概 话题快进行不下去了 已经走出门外的医生 却又走了进来 十一 还有你 你们俩跟我走 去哪 我问道 现在不是说闲话的时候 医生扔来两片止疼药 对我说 边走边说吧 我跟着少年一起走出门外 走廊里的人很少 有一些穿着白大褂 是医生或者护士 更多的是 却割不少腿的病人 有的坐在轮椅上 有的躺在地上 说说笑笑 生机薄 和刻板印象中 愁云惨物的医院完全不同 哪怕外面有丧尸 哪怕可能活不到明天 却依旧在笑着 无法理解 你和十一两个人 都是找不到身份证明的家伙 他上前还有个名字 也查不到身份 所以呢 我问到 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 现行的系统是灾难后重建的 如果找不到你们的身份 那基本上只有一种可能 医生紧紧的抿着唇说道 那就是 你们都是从Y区和C区 出来的幸存者 Y区或者Z区 听到这奇怪的命名方式 我感受到了一阵违和 怎么改成字母命名了 很多地区都毁掉了 它的音调陡然低了下来 灾难之后 只有小部分地区是安全的 根据损毁的程度 划分26个地区 但是其他大部分地区 都不能住人了 在Y区相邻的M区 他继续说道 Y区和Z区是原本沿海的地区 经济相当繁荣 但是灾难之后 受损最为严重 生还者寥寥 医生走到一辆车旁 示意我和11坐上去 他拍了拍铁制的车门 同时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驾驶座上是一位全副武装的 看起来应当是士兵一样的人 如果你们真的是从那里出来的 那么将对我们探究 那两个区域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相当大的帮助 我的身份比较特殊 要老廖 但是看起来只有20多岁 王医生 要老廖 请问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 我问道 去F区 把你交给研究中心 那里的人都在研究 Y区和Z区四年前发生了什么 那我该去哪里呢 我的心里因有一种念头 那就是必须去某个地方 去那地方救人 虽然这种想法不明所以 甚至是莫名其妙 但是心内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说 一定要去一个地方 去完成一项极其重大的任务 才可以 不去的话 将要死很多人 身边的时 如既往的沉默寡言 他断了手的地方空荡荡的 他本人却毫不在意 按理说 将你交给资源最为集中的H区 更好一点 可是H区很早就戒严了 一般人进不去 他淡淡的说道 可是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去其他地方 能不能我猛然住了嘴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闭嘴 身体本能的反应 却难以作假 现在都把防护服穿上 马上要驶出安全区了 王医生从座椅下方 拿一件铁质的 看起来极其沉重的衣服 我照他的做法 从自己和十一的座椅下方 也找出了两件衣服 由于衣服相当的沉 我选择先给断手的少年穿 紧接着才笨拙地穿上衣服 车辆从一条道路上开出 面前的铁门 自动识别完车牌号后放行 并贴心地给出了送行标语 希望还能有下一次见面 我一时无语 听起来跟诅咒似的 我本来以为医院外的街道 就是所能见到的最恐怖的画面了 却没想到 安全区外的世界更加残酷 行尸走肉般的怪物 在道路或者田野边游荡 我看见有几具人类的尸体 躺在路边 零零散散地 有一些丧尸在挪动 天空中盘旋着几只黑色的大鸟 疏忽之间就失去了踪影 车辆的速度很快 瞥见了两三秒就已经看不见了 但是那种场景 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 他们被吸引走了注意力 好歹不用撵过去了 不然今天还得浪费水洗玻璃 真是幸运 王医生对着车外 语气中甚至带着一丝轻松 今年是2028年 距离灾难发生已经过去了四年 哪怕是被指责了 他也相当平静 除去被几乎全间的YZ两区 人类损失了至少60%的人口 如果对每个人的死亡 都要抱以沉重的哀悼 我早就应该成为两年前 大规模自杀朝中的一员了 老廖开口说话了 现在还能活下去的人 都已经是经过筛选后的人了 那些你认为的 还拥有共情能力的普通人 要么死在灾难里 要么已经自杀了 我们这些人 都是背负着更沉重的命运走下去的 所以 至少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互相指责上 我被说得无言以对 接下来的旅途中 老廖给我科普了一些 和现在的社会有关的知识 灾变发生的第一年 变成丧失的人口占 人类总人口的20% 先发地区无一例外 都是各国人口密集 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这一阶段 社会秩序逐渐崩塌 灾变发生的第二 第三年 在没有接触病原体的情况下 感染的人数依旧在大幅度上升 就在这两年时间里 感染的人数占据总人数的40% 社会秩序开始崩塌 同时 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 战争爆发了 将近65%的人口 由于灾难 战争和资源短缺 变成丧失 死亡或者下落不明 铺天盖地的绝望 在两年间 使得上百万人掀起了自杀狂潮 灾变第四年 没有变成丧失的人类 获得了相对的免疫力 他们拥有了 比之前更高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颓废的人类社会 终于回过神来 开启了重建时代 现在正处于重建的初期 只是老廖叹了一口气 太难了 我想象不到恢复 曾经社会的办法 在这种危险的社会环境里 并没有多少人会愿意生孩子 出生率已经低到了一种 难以想象的地步 王医生补充道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 你就能看见人类真正的末日了 末日 不会到来 甘雅的声音从身旁响起 是十一在说话 现在只是新一轮筛选 筛选后 人类就能进化了 这种话 是谁和你说的 老廖的声音 陡然严厉了起来 是谁告诉你的 是谁指派你来的 一种背后的直觉 忽然击中了我 我猛地看向了 男孩仍旧完好的右手 他的手里好像有东西 来不及多想 我扑了过去 将男孩的手摁住了 上面有一个小型的遥控器 老廖停下了车 把遥控器抢了过去 装甲车是我刚开来的 他不可能放进炸弹 老廖皱着眉头分析道 我给他检查身体的时候 他就紧握着右手不放 王医生分析道 所以炸弹很有可能 在他身体里面 绳子把他绑起来 老廖说道 坐稳了 我们要上高速了 自己的力气似乎很大 人肉炸弹 我一惊 照着指示 我把男孩的身体 捆在了座位上 绳子勒住了他的身体 勒进了他的肉里 你才隐隐约约感觉到了 他脸上挂着诡异的笑 进化是必须的 人类只有进化十一 并没有感觉到疼痛 或者说他根本不在意疼痛 他才能终结末日 这种神神叨叨的人挺多的 王医生说道 叫达尔文教 达尔文教 我似乎在哪里听过这个名词 勿尽天责 适者生存 没错 就是这玩意儿 他补充道 这些人信奉丧尸的出现 是新一轮的筛选 生存下来的人类是新人类 是已经进化的人类 为了保证新人类的诞生 他们宣布要在全世界范围内 掀起病毒传播运动 保证每个人都能传染上病毒 然后筛选出新人类 等等 真的有人能在感染病毒后 变成所谓的新人类 我抓住了一个关键点 外面那些行尸走肉 怎么看都只是会动的尸体吧 达尔文教的教主和教徒们说 他们已经是经过筛选后的新人类了 因此并不会再感染上病毒 参加那个教派的大部分人都献计了 老廖说道 这也是他们被视为邪恶的原因 我对献计不感兴趣 但不知道在哪里 在某个重要的地方 我也许听说过 谁讲过筛选的事情 也许潜入达尔文教 能得到更多的信息 你认识我们吗 在绑完少年后 我再次向他提出问题 为什么要杀我们 他一言不发 先把他的嘴也塞起来吧 王医生说道 防止他自杀 我从车里找到一块布 塞进了少年嘴里 王医生侧了侧头 确定少年的嘴被堵住之后 才对我说道 我们有土真迹 到时候不怕他不说出 话音还没落下 车忽然被狠狠地撞了一下 我的脑袋隔着头盔 撞上前方的座椅 我隔着玻璃 看见了外边的场景 四五辆车包围了这里 唯一的空隙 边上全是丧尸 那些人是谁 管他是谁 离开再说 老廖对着唯一的空隙冲了出去 车碾过了很多丧尸的头颅 这下又得洗车了 王医生悠悠地抱怨道 路已经走歪了 除了开向丧尸的深处 别无他法 而身后的几辆车 还在紧追不舍 砰 砰 砰接连发射的子弹 打在车屁股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抓紧了 我要开始飘移了 话音还没落 车子就以120外的速度拐了一个弯 扭向了隔壁的航道 甩掉了 老廖说道 赶紧的 我们绕路去F区 等等 王医生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一发炮弹在身后轰然作响 在一阵剧烈的翻滚中 我又一次失去了意识 人类需要进化世界环境 死很多人 不会让你得逞的 逃出去 去救人 两段声音在大脑中反复响起 搞什么 谜语人吗 要我去救谁 反复地琢磨着这些话语 我结合当前的信息得出了两个基础的结论 一 一个持有极端思想的人酝酿了一个阴谋 并且打算牺牲很多人 二 要去救人 阴谋的创造者是谁 我并不知道 但是应该和达尔文交 有关 怎么去 如何去 用什么方法救人 我全部都一头雾 水 醒醒吧 一道沧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终于睁开了眼睛 看见了一个人站在我身前 而我被绑在柱子上 身边是同样被绑得死死的王医生 和睁大眼睛瞪着来人的十一 这个人看上去约莫四十上下 穿着白大褂 戴着一副贫矿眼镜 他身后跟着数十名鹤枪实弹的黑衣人 他拍了拍手 那些人就退下了 初次见面 我来介绍一下 我是达尔文教的分教主 我姓林 叫我林先生就可以了 你们把我们绑到这里来 有什么目的 我问道 总的来说 你只是被牵连进来的 我的目的是这位医生 什么意思 王医生哪里招惹你了 医生 你反正已经醒了 自己来说说看吧 姓林的分教主摸着下巴说道 王医生是几人重伤的最重的人 他的额头被撞出一大块瘀青 配合眼底的黑眼圈 简直就像刚出炉的丧尸 三个月前 我发表了一篇关于激活丧尸身体细胞 一直过分活跃的脑神经细胞的研究论文 一个匿名者传递吗 消息给我 要求我停止这方面的研究 那个人是你 是我 但是我拒绝了你的要求 并且一直躲在医院里不出去 所以你找不到抓我的机会 但是你以为三个月过去了 那人已经对你丧失了兴趣 正巧又有一个任务需要去F区 所以你就出了城 王医生顿了一瞬 随即道 无论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不会为你出力的 大不了杀了我 林先生的微笑并没有变化 他看着王医生侧过去的脸 说道 王医生 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研究无人问津吗 他没有说话 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像你一样 在这个领域展开了研究 他们走得比你更远 看得比你更高 知道的信息也远比你更多 可他们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第一个研究员意外身亡 第二个自杀 第三个放弃 第四个第五个 有人故意不让他们继续研究下去 于是除了A B C之外的区域 都放弃了这些研究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沉声问道 哈哈 林先生神经质地笑起来 那双阴冷的眼睛看了看我 说道 因为你们不可控 这项研究有着比治愈丧失病毒 更长远的意义 他们不可能放任 无法信任的人去研究 你跟我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加入达尔文教 那么我可以为你提供继续研究的土壤 林先生终于说出了他最终的目的 好啊 他淡淡地说道 我可以为你笑力 把我旁边的两个男孩放了 他可以走 林先生指着我说 这个人无关紧要 他可以走了 但是这个小家伙不能走 林先生抓住了十一的头发 他是异类 我必须就地解决 话音刚落 一发子弹击中了十一的胸膛 他挣扎了几下 躺在地上不动了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情去面对 一方面时刚刚还想着 同归于尽 我不可能有什么愤恨的心情 但另一方面他才十五岁 看见一个年轻的生命 消失在面前 是很令人心痛的 我被解了把 在临走前 王医生冲我使了个眼神 我想起醒来时 并没有见到老廖 也许他成功逃走了 我一边走一边分析着 林先生和十一 虽然都是达尔文教的 但是他们不是一伙人 林先生称呼十一为异类 或许教派内部 也不是铁筒一个 也正斗的你死我活 去吧 身后的黑衣人 推了推你的肩膀 他把十一的身体扔在了旁边 面前是一片森林 狭长的小道后面 延伸出的是一望无际的林野 其中有无数嘶吼的声音在响起 也许他们根本没有打算放过我 而是笃定我一定会死在这里 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感受到了内心的绝望 自从醒来到现在 我无时无刻不在无力的边缘挣扎 前方的路途有多艰难 就趁的人有多渺小无力 这样的人能救得了谁 我自嘲地笑笑 带着必死的想法 走进了这片森林 在进入后的二十分钟 我窥见了这片森林的面貌 我对人群实际上没有数字的概念 总是以为一千人不多 一万人也不多 可实际上百人的聚集 就能造成密密麻麻 人山人海的效果了 而同时有数百人目犯金光 贪婪地看着同一个人 就像渺小的苍蝇阵翅 却飞不出有毒蜘蛛编出的巨网 冷静 我告诫自己 冷静下来想想 老廖曾说过 这些丧尸没有自我意识 不会思考 只依靠本能行动 他们都是在树下行动 也就是说不会爬树 我捡起地上的石头 慢慢爬上了一棵大树 谢天谢地 我还会爬树 树上有很多树枝 我的力气不知怎滴 变得很大 轻易就能掰下粗壮的树枝 于是我割破了自己的手腕 把血滴在了树枝上 随即把树枝扔地上 一秒 两秒 三秒 丧尸没有行动 他们对我的血不屑一顾 但是目光却仍旧锁定在我身上 对我的血不感兴趣 我思考着 要不试着声东击西吧 看看他们对声音感不感兴趣 我又掰下一根树枝 瞄准了其中一个丧尸的脑袋 大力地砸了过去 丧尸的脑袋碎了 红白色落了一地 血肉模糊 他们没有动 只是盯着我 长久地盯着 贪婪地盯着 似乎并不打算伤害我 我试探性地举起了右手 向南方指去 他们跟随我的手势 慢慢地朝一个方向走去 骗人的吧 他们居然听我的指挥 我感受到了一阵狂喜 轻了轻嗓子 喊道 临临散散 有超过八成的人举起了右手 剩下的丧尸 仍旧一无所知地朝南走去 我观察了一下 发现没有听话的 大部分是老年丧尸 结和这里的地区 我换了一种方言喊道 举起右手来 这下又有一些人举起了手 我又换了一种方言 剩下的人都举起了手 这下我对丧尸和自己 都有了更新的认识 他们会听从我的号令 但是只能用他们理解的方法去听从 如果他们理解不了我的语言 那么就不会按照我的指令行动 而我会使用这两种方言 大概率是M区和Z区交界地区生活的人 也就是说 我大概率是本地人 去死吧 正当我感到庆幸的时候 一道声音从身后 响起 有一把刀扎进了我的后心 我猛地吐出一口血来 疼痛围绕着身体 黏腻 血腥 浓稠 暴力的气息 我转过身 看见了单手掉在树上的另一个人 十一 他没死 我震惊地问道 你还活着 他把藏在背后的另一只手露出来 他的手掌还在 居然已经生长了出来 我要是那么容易死早死了 十一回答道 抓住他 我大声用方言喊道 同时用力地掰断了树枝 把他连同树枝一起 扔进了丧尸群里 听到指令的丧尸们 有一部分行动了起来 团团围住了十一 拾起双手 抓住了他的身体 把他捧了起来 我伸手把刀拔了下来 疼痛减轻了一些 血很快就止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 身体的柔韧度已经超过了常人 我居然可以把手绕到后背去 这边的人都让开 我对前面围着的丧尸说道 抓着他的人不要动 杀了我吧 十一淡淡地回应道 只要你不杀我 我就会一直找机会杀你 为什么一定要杀我 因为掌握了局势 此时我并不感到急促 于是老神在在地坐了下来 对着十一的眼睛 慢慢说道 我知道你不会告诉我 那么我自己来猜吧 十一确实是你的名字 他眼睛眨了眨 是真的 你的目的是来杀王医生 十一眼角动了动 不是真的 你的目的是杀掉我 真的 你要杀掉的是像我这样的人 真的 我可以救很多人 十一皱了皱眉 看来他不认同这一点 要去某个实验室找研究员 研究我自己猜错了 我从前可能知道 解决丧失病毒的方法 他不知道 所以你只知道要杀我 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杀我 我摸了摸下巴 看见十一张开了嘴 他似乎又想自杀 抓住他的舌头 我在他咬舌前 喊出了指令 可惜有点晚 他咬破了舌头 血流了出来 忽然注意到了这一点 于是我走上前去 扒开了他的衣服 子弹贯穿了他的胸膛 但是他的胸口 已经没有流血了 王医生说 你们是进化后的人类 我思索到 也就是说 进化后的人类 将获得这样的体质 超强的愈合能力 运动速度和力量 我看着已经愈合的大腿伤疤 心里模模糊糊 有了一个猜想 也是进化后的人类 十一的任务 是杀死所有进化后的人类吗 但是能号令丧失的人 目前看来只有我一个 这会是我能够救人的原因吗 十一先把王医生救下来 再做打算 我清点了一下 身灵中的人数 花了十来分钟 数清楚了 有522人 这样只会起来过于费劲 于是我打算 把他们重新排不起来 组成军团 再去冲击达尔文教 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丧尸 请站在最左排 我大声喊道 陆陆续续有48个人站在了一起 最小的看起来才六七岁 这些都是孩子 我稍稍感慨了下 但也知道 眼下并不是背春伤秋的时候 请记住你们的称号 从现在开始 你们是贾团 随即 我转向中间 18到50周岁的人 请站到中间来 慢慢又有一堆人走了过来 我数了数 大概有300人 有男有女 有的衣衫整洁 有的衣补毙体 但是这不是重点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一团 50周岁以上的人 站到最右边 你们就是丙团了 剩下的人都是老年人了 老龄人口占总人数的33% 果然是老龄化严重了 这个时候了 我居然还能想到这个 现在 请贾团和丙团 看守十一 直到我回来 我开始发号施令 以团全员跟我出发 按照来时的路 我用原路返回了之前 关押着我和王医生的地点 却意外地看见了一个人 老廖 他站在林子旁 神情凝重 似乎是想进去救人 我走到他旁边去 隔着一段距离问道 你是在想 怎么救人吗 老廖被我吓了一跳 随即又被身后的丧尸 吓了两跳 丧尸们却没有像对待我和十一那样 平静地对待老廖 反而发出了嘶吼的叫声 红着眼睛就要冲过来 不准动 我急声喊道 他们的步伐停了下来 看来有用 我又大声喊了两遍 不准动 不准动 他们不动了 你能指挥丧尸 老廖惊讶地喊道 这个不是重点 我把十一插在背上的那把刀底在了 老廖的脖子上 我感觉你有点可疑 林先生说 所有的外部研究员都被迫放弃研究 你的任务是这个吗 是 我的任务是要杀了他 老廖神情复杂地点头 和深入研究丧失细胞的外部学者 都不被允许活着 不能关起来吗 一定要杀了 我完全无法理解这种做法 不能冒险 他很坚定 上一次我们放过了一个 他转头就加入了达尔文教 帮着他们完成所谓人类进化的正义 死亡人数超过二十万人 他沉痛的闭眼 不能冒这种风险 一比二十万 数学题你不会做吗 可是王医生不一样 我急切地说道 他愿意自己留在那个危险的地方 把我和十一换出来 临走前 他喊给我低了个眼神 让我不要管他 自己逃跑 我曾经也以为 那个姓名的不一样 老料的语气严肃了起来 他为了救人 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姓名 但是达尔文教洗脑的能力太强了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就会被渗透 不管怎么样 我要救他 我说道 最开始是王医生救了我 把我带了回来 我不能不管他 说完 我再次喊道 以团 前进 攻击黑色衣服的人 让他们丧失战斗能力 身后的丧失军团 瞬间倾巢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房子 在短短十分钟内 情况发生了逆转 被绑在柱子上的人 从我变成了林先生 王医生被救了下来 他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问道 现在的情况 算是怎么一回事 嗯 大致情况就是 我似乎有指挥丧失的能力 我让他们冲进来 把你救下了 他盯着我的脸看了半赏 最终感叹道 你是什么末日丧失片的主角吗 啊 林先生忽然发出了尖锐的笑声 这让人想起 指甲在黑板上滑动的刺耳响声 有点想吐 但是为了撑场面我忍住了 林先生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 他的笑声戛然而止 杀了我吧 我活着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你们都喜欢说这句话 我忍不住吐槽道 林医生 又见面了 老廖说道 我也没想到 居然还能见到活着的你 林先生温声说道 我一直很疑惑 两年前 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你的信仰 老廖问道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林先生盯着老廖坚毅的下河脚 像你这种人 是不会理解我的 我们不是同一种人 我对林先生 为什么忽然叛变不感兴趣 反倒是十一和达尔文教的关系 更吸引人一些 所谓的异类 指的是什么 你们同为一个教派 为什么要自相残杀 我问他 告诉你也没什么 林先生闭上眼睛 这些人信奉的是最开始的达尔文教 主张把全世界变成一个炼鼓场 鼓励人们自相残杀 能活下来的才是最纯粹的新人类 这似乎和你们的主张没什么区别 王医生说道 我想要的是散播病毒 同时通过疫苗来抑制病毒 最后推动全人类的进化 而他们则是想要把世界变成一个炼鼓场 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数量 只让最强的人活下来 他说道 之前爆发的战争 虽然是经济规律失衡的结果 但是和他们的推波助澜 也脱不开关系 秩序的崩塌 让他们有了生存的空间 但是现在废墟开始慢慢重建了 他们就坐不住了 你知道他们下一步想要做些什么吗 我问道 大概是攻击A B C3区吧 夺取主导权吧 我猜看来他也只是边缘人物 知道的并不多 在你们教里 是像你这样的人更多一些 还是他们那样的人更多一些 我们只是少数人 分教主有十几个 但是和我志同道合的只有两三个 如果我们向你提出请求 你会帮我们吗 老廖问道 不会 我也帮不了你们 他的嘴角渗出了鲜血 就算我愿意帮你们 你们也不会信赖我的 虽然我对你能指挥丧失的能力很感兴趣 但是一切都已经迟了 巴别塔之所以是巴别塔 不在于语言的不同 分歧一旦出现 就再也回不到相互理解的状态了 说完 他死了 王医生上前检查了一下他的口腔 并没有发现毒药 他又观察了一下林先生的衣服 从口袋里找到了一根针 他给自己注射了毒药 看样子 应该是在你发动丧尸的时候动手的 他一开始就没想要活下去 林先生死了 十一还在森林里 警报的声音 这时却突然响了起来 我抬起头 望向窗外 悠长的警报声响彻天空 老廖神情严肃地看着远方 那里有爆炸声不断响起 那是什么 我问道 失去记忆的我对这些的敏感度并不高 是嫡媳 老廖肯定地说道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谁发起的 我们最好先撒 去哪里 王医生问道 去A区 老廖咬咬牙说道 既然他这么特殊 就算拼了命 我也要把他送进去 之后 他转向了我 你同意我们把你送进去吗 我点了点头 你要想清楚 进去了之后 你会被当成稀有品研究 虽然没有性命之忧 但是什么样的实验 都有可能施加在 你身上 你会丧失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我仍旧点了点头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内心能这么坚定 但是已经决定好了 的事情 哪怕死掉都不会后悔 那好 带上那小子 我们走吧 从这个地方 能够缩刮出来的物资意外的多 除了停留在 外的好几辆车 还有若干食物和纯净水 还有一些装 被最有用的 应该是望远镜 打火机和扬声器了吧 我和老廖 王医生商量了一下 决定有老廖驾驶一辆 车带着十一 王医生驾驶一辆车 带着我 丧失军团就跟在你们后面 一直跟着 安全区外没有什么人或车辆 王医生解释说 这是因为 安全区已经基本实现自己自足 因此 很少有人会冒着危险出来 简直就像是被圈养了一样 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不要说这种丧气话 王医生看得很开 人类已经从最开始的绝望走出来了 触底反弹之后 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然而越来越好 只是人类对未来美好愿望的一种投射 接来 进F区之后 我看见安全区外 有越来越多的人涌了出来 然而没过多久 就被追上来的丧尸啃了脖子 我刚想探出车门外 冲着丧尸们大喊 就被王医生摁下了 等等 还要等什么 我着急地喊道 救人要紧 冷静一点 他压住了你的脑袋 观察一下他们为什么忽然全部跑出来了 里面发生了什么 别这么快就暴露自己 我看看 我拿起车后座找到的望远镜 努力地往远方望去 呼吸忽然停住了 我愣在车座上 全身的肌肉僵直 只能听见心脏在砰砰地跳 砰砰砰砰砰砰 伴随着心脏跳动的是一连串的枪声 在不远处发大街上 一排排人被堆在一起 枪响了 抱头 枪响了 抱头 枪又响了 又死一个 一群穿着防弹服的家伙 站在了人堆上 正对着被绑在地上的人进行扫射 地上堆满了团团围在一起的尸体 人数众多 我数也数不清 有一颗头颅在最顶端咕噜噜地滚下来 那双眼睛正好对着我 恐惧和不甘还凝固在瞳孔之中 最大 用尽你评声最大的力气喊道 一团 全体进攻 把拿枪的都干掉 发生了什么 医生抢过了你的望远镜 对准远方 没等他说上一句话 我拉开车门 将扬声器的音量 开到听到声音的丧尸们 集体行动了起来 浩浩荡荡地迈向了 他们 青筋抱起在我的脖子上 怒火在吞噬理智 你冷静一点 王医生把扬声器拽了过来 沉声道 这样的场景又不是第一次了 我的血忽然冷了下来 什么叫不是第一次了 灾变发生后 战争 屠戮 疯狂 自相残杀 一直是这四年的主题 秩序失衡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我尽量冷静地点了点头 你失忆了 我理解你第一次面对这种场景的冲击 但是 你必须更加冷静 因为失去理智之后 你能做到的事情会更少 他像一个心理医生一样 慢慢地缓和着我的情绪 同时 老廖的车也开到了你们的车旁边 他摇下车窗 平静地说道 F区被达尔文叫攻陷了 现在的秩序已经崩塌 我问了逃跑的人 他们说负责人已经死了 现在怎么办 我问道 直接去医学区吗 不 先等等 F区资料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是我父亲的朋友 虽然他可能已经不在了 但是有一些资料我必须找到 王医生说道 老廖 你带着十一再去找物资 优先找燃料 食物 水 还有医疗用品 至于你 他转向了我 跟我一起去吧 说不定对你找回记忆 会有一些帮助 F区的资料研究所 在城区的西面 他开着车 一路碾过尸体和丧尸 带着你走进了资料研究所 果不其然 这里已经被攻陷了 我顺着王医生走过的路 来到一间类似于电脑式的房 里面放了一台超大的计算机 当然 已经被击碎了 我感到一阵惋惜 这么好的设备 就这么报废了 王医生检查了一下说道 电脑上的资料 已经不能用了 修复不了了 那我们算白跑一趟 不是 他指了指地上的尸体 指质资料的保存 是很有必要的 他放在了一个 绝对安全的地方 说起来 我刚好知道 那地方在哪里 他领着我走过电脑式 打开了一扇门 门内是公共厕所 为什么会想到 藏在公共厕所里 我惊讶地问道 我父亲说过 越是人想不到的地方 越安全 应该很少 有人会想到 把资料藏厕所吧 于是就这么建议了 让我看看 他找到其中上了锁 写着维修中字样的门 冲我示意 我看了看周围 本来想撞门 但最后直接把门掰开了 王医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我只是想叫你爬进去啊 现在都无所谓了吧 我摆摆手 走进了门内 里面是一个不大的空间 密密麻麻的 摆满的棕色纸箱 你和王医生 两人在这些箱子里 找到了一箱写着 2024至2028年 YZ区域调查报告的文件 王医生和我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回到了车上 各自沉默地看起了文件 我手上拿的那份 是2025年年初 灾难发生后 幸存者进入Z区搜索的文件 对着目录一页页翻过去 目光停留在了实验室搜索报告上 因为区域过大 损毁过于严重 他们只对几个经济中心 开展了搜索 在地区发现实验室废墟 金建定是首座大型生化实验基地 主要开展病毒研究工作 该实验室有被炸弹袭击的痕迹 电子数据已经全部损毁 直至文件所剩无几 发现数名实验人员的尸体 和感染病毒的人员 金批准已全部击毙 在文件后又附上了几张图 全部是当时拍摄的真实照片 破碎的废墟上 横七竖扒着一堆尸体 我一张一张地看过去嘛 大部分人 我都毫无印象 只有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戴着黑矿眼镜 也穿着白大褂 有着花白胡子 看起来年龄已经很大了 这个人很眼熟 我捂着额头 我见过他 你说什么 我一下坐直了身体 王医生接过照片 盯着那张脸看了许久 说道 这个人是我的父亲 我一直没有和你说 我的父亲是实验室的一名研究员 在四年前的那场事故里死亡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 我对你的来历很在意 原来是这样 我正愣着说道 那么我究竟是谁呢 胡王医生吐了一口气说道 现在看来 你要么是我父亲的同事 要么是实验体 实验体 我在资料上 也看见了类似的字眼 他向我解释道 2024年年末 实验室已经接收了 关于感染者的全部资 料 由于病毒的特异性 他们召集了许多科研人员 对病毒开展调查 为了实验的可持续性 招募了一批 接受人体实验的志愿者 并签订了生死状 但由于不明原因 实验室发生了爆炸 以实验室为中心的整片区域 发生了大规模传染和病变事件 以92%的超高感染率 在短时间内 全监了包括Y区和Z区 在内的两个地区的人 这种高效率的死亡方式 震惊了全世界 但因为种种原因 直到2025年年初 才有调查员陆陆续续进入 才能找到这座实验室 那我是受害者 还是罪人 在这种时候 追究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根本毫无意义 王医生又翻起了一页文件 如果按照原先的架 直观判断 我们每个活下来的人 都已经是杀人犯 现在更重要的是 你能为未来的人们做些什么 我的心情平复了下来 也像王医生一样 继续翻看文件 忽然 一页乱码般的文字 引起了我的关注 我觉得我知道这个 我把乱码递给他看 这个东西的母本 我好像有印象 密码都是有母本的 没有母本 再怎么样也破译不了 那本书叫什么 是国内一位非常著名的 天才博士的传记 但是那本书很冷门 基本上没有人愿意看 那先带着吧 王医生拿起纸张 为了保险 他还拍了照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在和找齐了物资的 老廖会合之后 我们开着车前往A区 这个距离说远也不远 但是说近也不近 尤其是达尔文教 还在不断地发动袭击 这样的距离 就使得路途变得更加艰难 十一在最开始的自杀未遂后 就变得更加安分了起来 尝试过逼供 主要是老廖尝试过 但是并没有结果 他似乎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精神和肉体 都有着相当充足的准备 达尔文教 又一次袭击了 我们驻留的地区 这里是A区和E区的交界 这一回 情况发生了变化 聚集起来的幸存者们 袭击了我们的车辆 把食物和水都浇出来 一个颤颤巍巍的声音响起 随即是更多的响应声 原本有丧尸们保护 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 和他们发生冲突 但是他们的情况 已经变得很糟糕了 最尖锐的矛盾摆在了面前 资源没办法匹配 有人活就会有人死 对不起 我们做不到 老廖大声说道 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去做 不能死在这里 求求你们有几个老人跪了下来 帮帮我们吧 求求你们 我们快活不下去了 而剩下的年轻人们 拿着武器 慢慢围了过来 脸上带着郁郁郁市的表情 物尽天泽 适者生存 十一探出脑袋 看着眼前的景象 一字一句地念出了 我曾经提到的话 你闭嘴 王医生毫不犹豫地伸手 把手拍在他的嘴巴上 力道很重 他们启动了车 马上就要走了 历史上关于粮食短缺 饥荒的信息 在脑海中回放 有什么能帮忙的办法吗 是因为丧尸吗 如果是因为丧尸 我可以把丧尸全部带走 我拿起手中的扬声器 没有那么简单 王医生按了按额角 这是他第一次 显得那么疲惫和无力 其实 只要人类团结起来 解决丧尸并没有那么困难 那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仍旧无法理解 最困难的 就是这一步了呀 没办法完全团结起来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 他表情复杂地看着窗外 有人举起了枪 老廖一个油门踩下去 撞飞了几个人 其中一个在空中旋转了两圈 倒在了地上 这一举动震慑了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我和王医生 无动于衷的 恐怕只有十一 活面无表情的老廖 你在干什么呀 王医生拽着老廖的衣角 愤怒地质问道 你明明有不杀掉他们 也能冲出去的办法吧 这种情况下 不要发散你没必要的同情心 老廖压着嗓子回应道 你看见有几个人手里 有枪了吧 如果不第一时间 让他们丧失行动力 我们的轮胎被打爆的话 就真的走不了了呀 你可以跟我说 我让丧失们去做就可以了 至少不会杀了他们 直接开车撞势 最快的办法 老廖说道 更何况他们的粮仓被炸了 其他地区的人 物资也完全不够用 不可能会用来支持他们的 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等着他们饿死之后 再去接手其他物资 都是很有可能的 迟早会死 死在车祸下 总比活生生被吃掉好 老廖冷酷地指出了 我原先逃避的事实 我早就说了 物尽天责 逝者生存 十一露出一抹恶意的微笑 一阵凉意 从脊椎穿过经络 直打我的大脑 这就是达尔文教 所谓的洗脑吗 还是说 他们的话也有一定道理 车又一次启动了 我在车上反复地观看着资料 试图找回一点记忆 意识却渐渐陷入了模糊之中 沿海地区 发现不明生物尸体感染 辐射 细胞激活 人类进化 资源分配 一双不满血丝的眼睛正对着你 你要活下去 去救人 A区到了 老廖吐出了一口气 我睁开了眼睛 梦醒了 A区终于到了 老廖是所有人之中 唯一拥有官方背景的人 他率先从车上下来 拿着他的身份证明 对准了A区门口的那个识别系统 那里有一扇高约五米的大门 是刚制的 表面上有薄薄的一层膜状的物质 看起来极其光滑 中间有三排被切割的痕迹 我猜里面装备了一定数量的炸弹 可以用来对付入侵者和丧尸 旁边是同样高的门墙 上面也有一排排插孔一样的装 直 黑曲曲的一片 看起来也是某种火力压制的设备 识别系统可以根据人的红膜 进行身份认定 紧接着 有两个鹤枪实弹全副武装的人走了出来 一左一右看着老廖 内部有多大 我也完全不清楚 这就是A区吗 十分钟过去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 一小时过去了 老廖进去之后 那扇大门就沉默地处理在面前 仿佛再也不会打开 王医生拿出了手机 他想要给老廖打一个电话 正当此时 门开了 大门缓缓打开 一名穿着防弹服的男子走了出来 身后跟着十几名 看起来像是武装人员的人 那名男子看着六十左右 体格倒是健壮 但是精神违靡 细看还有点神经质 他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对你们说 我姓陈 叫我陈主任吧 随后又握住我的手 满脸微笑道 辛苦你们一路风尘仆仆赶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这个微笑十分阴冷 王医生被无视了个彻底 他对此倒没什么意见 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 我们一行人被如临大敌地 迎进了邻近门口附近的一间铁皮屋 请喝茶 陈主任说道 你们的来意我也清楚了 想邀请我们研究你 是吗 我点了点头 我 还有这个孩子 我指了指十一 你可以指挥丧尸 而他 断枝重生 是这样吗 陈主任态度良好的端起了茶杯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了吗 没有了 我摇了摇头 看来你都忘了 他轻描淡写地说道 那就直接开枪吧 一个红点对上我的头部 是狙击枪 感谢廖上尉的配合 土针剂很好使 与此同时 门开了 一个人被扔了进来 老廖被绑得严严实实 嘴角渗血 狼狈地躺在地上 我几乎在一瞬间就反应了过来 被驱的人并不可靠 他们想要杀我们 紧靠在身边的王医生 已经处于一片死寂之中 他安静地 就好像死掉了一样 等等 死掉了 我猛地转头一看 他的嘴角渗出了鲜血 那杯茶有问题 听我说 王医生艰难地扭过头对我说 我才想起 林先生之前和我说过 区里有他认识的人 当时我并没有关注到这一点 现在想想 可能这里早就已经被渗透了 他说完 倒在了椅子上 手垂了下来 怎么会这样 他倒在了地上 现在坐在我面前的 是以一整个区域为代表 决定要杀死你的势力 地上躺着的是一路保护我的朋友 身边只有一个15岁的少年 而王医生停止了呼吸 我醒来后遇到的第一个人 救了我的人 一路上不停开导和启发我的人 就这么死了 十一 过来吧 姓陈的男人招了招手 对着男孩说 倒 做得不错 十一听话地走到他身边 好了 现在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我就像一只走在沙漠里 热得土舌头昏昏欲睡的野狗 一盆丁水从天而降 从头到尾淋了个便 浑身都冷个发 抖 但是一滴水都喝不到 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杀我们 普通的毒对你不起作用 陈主任冷笑道 不要误会 我们并不想杀你啊 你是极具研究价值的人才 怎么可能杀掉你呢 子弹设计你的大脑 只会让你短暂失 去行动能力罢了 他在说什么呀 人的大脑被打穿 怎么可能不死啊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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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强迫自己 找一点线索出来 我失去记忆的事情 和你们有关 我试图从他口中 套一点话出来 你不妨自己猜猜看 你是达尔文教分教主 我是分教主 不过 准确来说 你才是达尔文教 诞生的主要原因 是你让博士 变得那么那么的疯狂 不过也正常 遇见永生不死的诱惑 谁不疯 回忆忽然轰隆隆的 在大脑里展开 穿着科研服的人说 加大药量 再加就是致死量了 没关系 好冷酷的声音 死不了的 场景转换 有人问道 博士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注射吧 一定能成功的 走了之后 再引爆基地吧 A01身上的那颗 不要引爆 那颗威力太大了 模糊而又清晰的记忆 博士是谁 A01又是谁 记忆里的人看不清脸 声音也只是模糊到 无法辨认的杂音 我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 我这里有一份密码 是从UF区带出来的 母本只有我知道是什么 你想不想知道内容 丧尸进不来 周围全是敌人 我手上唯一能用的筹码 就只有这个 哦 密码 他挑了挑眉 似乎很感兴趣的样子 没错 放我走 我就把母本的名字给你 我以为有戏 完全不用这么在意啊 他惬意地喝了喝茶 等你被抓住以后 我自己搜出来 毁掉就行了 听他的语气 那个密码本集 有可能是对他们有危害的东西 开枪吧 他说道 我在他开口的一瞬间 转身一闪 居然躲开了子弹 就是现在 十一忽然跳了起来 摁住了主任的脖 同时拿出了遥控器 手摁在了按钮上 我一惊 放我们走 不然就扭断你的脖子 你应该清楚 我的力气有多大 十一 你什么意思 陈主任冷冷地问道 没什么意思 我叛变了而已 他注视着已经了 无声他挟持着陈主任 走到了门口 我背着王医生 拖着老廖 坐进了唯一的车里 吸的王医生 你不该杀他的 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陈主任僵直的表情 表明了他并不轻松 等一下再放你走 必须拖延时间 我拿起扬声器 对着远方大喊 所有的丧尸听着 请立即前往这里 攻击大门内的所有人 我顿了顿又道 是所有人 远处的丧尸们 随着我的声音 快速地冲了过来 机枪扫射 和痛苦哀嚎的声音 死起彼伏 解决掉这些丧尸 对他们而言 只是时间问题 我加足了玛丽 对着不平坦的道路 狂飙了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 博士在A区里面吗 为什么要知道这个 回答我就放你走 在里面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 不过我劝你 赶紧跑得远远的 所有人都疯了 这个就不关你事了 十一面无表情地 把他推下了车 他在临死前疯狂大喊 A01 你出而反而 A01 这是我的名字吗 我麻木地想着 他又为什么说 所有人都疯了 为什么要救我 我问他 因为他 十一指了指王医生 十一说 在我睡着的那个晚上 他和十一讲了自己的事 我的母亲 就是死在自杀潮里的 他说道 不过不是因为自杀 而是为了救自杀的人 我母亲会游泳 下去救人了 没上来 被绝望的自杀者拽着一起 沉入了湖底 那两个自杀的人很强壮 如果没有自杀 一定能活到现在 但是现在他们都死了 王医生就像在 谈论别人的事情一样 说了这件事 导致他们死掉的 是当时乃至现在令人绝望的环境 如果不是世界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没有多少人会想死 这些事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说过物尽天泽 适者生存吧 他端正了神色 适者是适应了环境的人 适应了环境才能生存下去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无用的生物 如果他们死了 那是环境造就的结果 并不是他们不配活下去 所以你想要改变环境 让更多的人活下去 是的 当时十一沉默了许久 像是想说些什么 但是又没有说出口 我当时并没有认同他的话 我觉得强者就是强者 强者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都能活下去 他举起了自己的左手 我在上一次的任务中 断掉了自己的左手 但是我的手还能自己长出来 因为我很强 可是你比我更强 你能指挥丧尸 我想杀你 你却没有杀掉我 然后遇到了撞车的那件事 我想不到那种情况下 所有人都能活下去的办法 然后他告诉我 不用着急 慢慢想 然后呢 我一直想 一直想 直到刚刚 我才想明白 是环境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有了充足的粮食 就不会为了生存 自相残杀 还是会自相残杀的 只是手段 不会那么凶残罢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想着 但是却没有说出来 你说的没错 如果能改变环境 那么大家就都能活下去 我开着车 看着窗外 现在的天气 虽然称不上特别炎热 但是众多腐烂物体 堆积出来的气味 仍旧极具存在感 这里的每一寸气息 都在提醒你 秩序崩塌了 嗨嗨车后 坐的老廖 终于恢复了神志 他正在看着 停止呼吸的王医生发呆 老廖 你还知道什么 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 我看见他的脸 就想起自己曾经的错误 因为过于轻信 导致了王医生的死亡 这是我无可辩驳的愚蠢罪过 然而老廖却也犯了一样的错误 我不知道他干涸的嘴唇 已经开裂了 因为土针剂和逼供 他的精神状态很差劲 整个人也陷入了恍惚之中 我只是接到了 要杀掉他的任务 但是后来 我就不准备执行任务了 谁也没想到 达尔文教已经渗透进了A区 如果达尔文教一早就渗透了 那他们下达的指令 就令人寻味了 我说道 你觉得他们有可能 在什么时候就开始行动了 老廖深吸了一口气 开始仔细回忆 现在的A区是灾后重建的 原本并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也许 也许 达尔文教在两年前的重建初期 就已经开始着手了 啊 我遇见了林医生 当时情况远比现在糟糕 但他是个很善良的人 为了就一个被丧尸抓住的孩子 他不顾生命危险 冲出去把人拽回来了 虽然那个孩子到最后还是死了 你说的是那个分教主吗 十一问道 没错 他颓废了一天一夜 然后就开始没日没夜的研究病毒 某天 他很高兴的来找我 说自己有进展 老廖的额头流下冷汗 我当时还为他高兴 觉得这是件大好事 没想到执行任务之后 就听到他叛变的消息了 现在想想 他是不是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达尔文教的存在 而我后面已经变成一把 为他们排除一己的刀了呢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知道回答已经在他心里 现在更关键的是 涌入大脑中的回忆 有越来越多的片段 在大脑中闪回 就像是一部被切割的破烂稀碎的纪录片 这段回忆 是关于那个所谓的天才博士的 我像是拥有了上帝视角一般 看见了所有人 博士 一个野心勃勃的天才 18岁获得博士学位 23岁进入首屈一指的实验室 28岁成为教授 30岁成为首屈一指的研究员 用12年的时间 走完了别人一生都走不完的路 也许是因为一切都来得太容易 他开始疯狂地构想一些 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的问题 并写进了自己的个人传记中 我深深地担忧起人类的未来 和废水污染 全球变暖 冰川融化 地球资源的生长速度 已经赶不上人类贪婪的扩张程度 我们需要的是 更少更优质的人类和更多的资源 研究所里有一个研究员和他的观点不谋而合 他经常讨论人类的资源枯竭问题 时常感叹 现在的人口实在是多到地球无法承载的地步 如果那场灾难没有发生 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牢骚罢了 但是灾难发生了 第一个感染者 第二个感染者的出现让他兴奋至极 满心以为找到了人类进化的渠道 然而事态却很快就扩展到了他们 社会乃至全人类都难以掌控的地步 生物领域和天文领域 原本是关联甚少的两个领域 至少在大众的视野里是这样的 你不能指望在人类能触手摸到的荒凉宇宙里 有多少能够切实研究的生命 绝大部分还只是陨石和尘土一类的东西吧 但不久前的太阳的辐射发生变化 连带着反射太阳光的被和废水污染过的海洋 和太阳辐射结合在一起 向整个地球的生物圈展开了复仇 月光也出现了一变 以人类目前的手段完全无法研究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太阳却没有因为它们的迟钝放缓脚步 前海的鱼类自相残杀 但由于外表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休逾期的渔民并没有察觉到异样 海洋中的鱼类开始了进化 一方面 生存下来的鱼体质更好 肉质更鲜嫩 寿命也更长 另一方面 死掉的鱼占绝大多数 博士和研究员们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大家一致认为绝对 当时两条研究方向 一是研发免疫疫苗 解决病毒带来的危机 二是推动病毒的进化 从而找到人类进化的新途径 上头认为两个方向都有钻研的必要 于是指派了更多的科研人员进入基地 不能把感染的信息泄露出去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以一位姓王的特派专家为首的队伍研究疫苗 而以博士为首的队伍研究人类的进化 大家都不想死 所以研究的重心被放在了疫苗身上 然而随着研究的推进 博士得到了更多关于病毒强化人体的信息 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他认为这次的灾难反而是一个契机 消灭大部分人口 让更优秀的人获得更多资源 这种破而后利一定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感染者是不被允许进行活体实验的 但是博士偷偷地对 感染者进行了实验 并从他们身上提取出了高浓度的病毒 向部分人许下一定能保证他们进化的承诺之后 博士笼络了一大批人 成功得到了实验室的指挥权 但是 这件事被王专家发现了 那么 你在这段回忆中处于什么样的角色 十一问道 是啊 你好像并不存在一样 老廖也硬喝着 我好像 我尽力地回忆自己所处的位置 终于在某个博士移动的画面中 看到了玻璃门后面 穿着一身实验服 眼神像恶狗一般的人 那人长得和我一样的脸 我好像是被做了活体实验中的一名成员 二老廖充满感情地喊了一声 但我知道他内心 其实没有多少触动 也许是已经猜到了 我的来历不可能简单 也许也单纯只是在这个悲剧横行的时代 我的遭遇并不能在他冷硬的心上 敲开多大的裂缝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呢 H也并不可靠了 十一率先转移了话题 我摸了摸自己的胸旁 在那骨头和血肉包裹下的心脏 正有力而急促地跳跃着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诉说着 属于我的不甘 抱着救人的心态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却被H的人搞得如同丧家之犬 也许本来就是如此 但是我却不想逃跑 至少现在还有我能做到的事情吧 你们被这么愚弄 不会觉得愤怒吗 我没有回答十一 反而抛出了这样的问题 愤怒 然后呢 王医生说过吧 愤怒只会让人能做的事情变少 老廖无力地耸了耸肩膀 这不一样 我吐了一口气说道 当时的愤怒 是失去理智的愤怒 冲动之下 做出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结果 但是现在的愤怒 是清醒的愤怒 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哪怕是最后献出生命 也并不后悔 十一和老廖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好像交换了某种意见 于是 嘈杂又寂静的车间里 伴随着一具死去女人的尸体 三个互有分歧的人 现在达成了理解的一致 那里的守卫很森严 可能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武力 和还没有动用的秘密武器 我们才刚刚逃出来 现在再打回去 只能算送死 我把车停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 十一静静听着 我和老廖在商量 他们对你只会丧失的能力不感兴趣 却很忌惮 这说明你有一定克制他们的能力 但是就这一点远远不够 我点了点头 必须要抓住一切能团结的力量 对那个区域进行包围 B区和C区就别想了 也许已经和A区一样了 但是其他区域它 能可能不屑于完全掌控 也许是想要全部扔掉吧 说起来有一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老廖掏出了他的手机 现在因为基站被破坏 已经不能打电话联络了 但是手机本地的资料 还是能看到的 这是我之前一个在A区里待过的人 给我发的照片 你看看 上面是几张图片 是城市 保存的还算是相当完整 街边有几个垃圾桶 里面是没吃完剩下的粮食 米饭 肉 蔬菜 甚至还有汉堡薯条之类的玩意 根据他的推测 A区掌握的粮食 应该在总数的60%以上 但是他们并没有公布出来 反而宣布了 粮食大幅度减产 平 但是如今把这一桶垃圾扔到外面去 可是值得一部分人相互残杀 才能抢到的宝贵资源 如果是和平年代 这样的浪费行径 最多招致道德上的 体能活命的东西 被这样不珍惜的浪费掉了 我原本以为自己会很愤怒 但是最终却从胸腔里 蹦出略带嘲讽的一声 吃笑 这些人啊 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次谈话 就以这样的荒谬的事情告终了 后续的几次谈话 在逃离A区人员的追捕中进行 我们首要的目标是 笼络当初以林先生为代表的分教主 们 他们对我们这样的外人 可能还更加友善 随后是被达尔文教袭击过的几个地区 那里的人如果听闻了 A区宁可 把食物浪费在垃圾桶里 也不愿意施舍给他们的事迹 想必会露出很有意思的表情吧 最要紧的是 如何将我能指挥丧失的本领 发挥到最大呢 这件事你们也讨论过 可以用广播的吧 老廖问道 可以是可以 但是大范围的广播 应该只能在某个固定的广播站进行吧 我思考到 他们对你的命令能听从多久 只要没完成指令 就一直不会停下来吗 没有去计算过 录下来的声音可以用吗 好像可以 只要是我的声音就行 感觉需要一个会搞无线电的人啊 我感叹道 你们有谁认识这样的人吗 得到的只有一片沉默 好吧 我们一路上还得找这样的人了 我叹了一口气 随即又想到在意了许久的密码本 总觉得这玩意里面有非常关键的信息 那就去C区找吧 老廖说道 你大概率就是从那里 出来的 也许能找到线索 C区区是要去的 不过还有其他是要干 于是我对11说 11 你去找剩下的人 请他们从附近的工厂中搜索录音机 对讲机 扬声器和收音机 不带我去C区吗 他有一点小失落 抱歉 我第一次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这个杀过很多人 看起来又很简单的15岁男孩子 垂下头妥协了 那到时候怎么联络你们呢 这个是老廖的电话号码 我们会尽量找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 到时候就用这个联络吧 我把王医生的手机放在他手上 输入了老廖的电话号码 就这么分道扬镳了 我有些担心 但是却又不那么担心 现在有更要紧的事情去做 老廖的表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C区就在M区的旁边 想要进C区必须先进人M区 M区的情况比想象中要好很多 虽然说荒凉且寂静 但至少没有那么多的炮弹袭击 和相互残杀的人出现 医院意外的被保留得很好 里面的病人甚至还保持着一定的乐观 只不过 在我抱着王医生尸体进来的时候 他们沉默了 看得出来 王医生或许是这家医院的主心骨 怎么死掉的呢 那个中气十足的其他人对吼着病毒 原因的老头子露出了难过的表情 我摇了摇头 并不想说什么 达尔伦叫干的 老廖补充了一句 我将王医生的尸体放在了地下一层 那里有唯一的一个太平间 他死去的时间已经满场的了 也许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又或者吃下的毒药具有防腐作用 他并没有开始腐烂 如果不是停止的呼吸和心跳 我甚至以为他是睡着了 一些人原本立的直直的脊梁塌下来 像是缺少了精神支柱 另一些人则是表现得很愤怒 抓着老廖的手在说些什么 再回到一层的时候 所有人的表情都变了 我走近了听他们的争吵 至少让我们去做些什么吧 我们都是王医生救下来的人啊 我们也是能做些什么事情的 老廖见我来了 看向了我 似乎在等我做决定 我们马上要进入Z区那个无人区了 有人愿意跟着我们吗 有好几个人刷刷举起了手 我四处望了一圈 其实身强 体壮的人并不多 大部分人要么缺胳膊少腿 要么就是年龄过大或者过小 并不合适 也难为他居然能支撑这么久 是在认真践行自己的理念 我想了想问 有谁懂无线电吗 一个少了三根手指的中年人 和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年轻人站了出来 那就请跟我们走吧 我说道 剩下的人 大家请能支撑一天 就支撑一天吧 总有希望到来的时刻的 说着这种鼓舞士气的话 但其实并不是那么有底气 因为我也是抱着极有可能会死的念头去做事的 故地重游的感觉并不美妙 大脑接受了信息 但却又不是那么清晰 就好像隔着很远的距离 看黑白墨具一样 知道是什么 但很难完整清晰的接受 中年人说自己多年前曾经去过Z区 多少可以带路 老廖就让他开着车 我们对比着王医生留下的资料 寻找着当初实验室的遗址 这里的苍凉和荒芜比想象中更甚 只有一些摩天大楼 在周边房子的拥促下 显着过去的繁华 年轻人和老廖聊了起来 他说自己是M区的本地人灾难来临的时候 还在上高中 如果没有意外 现在应该是大学生了 可现在别说是大学生了 也许都不一定能活下去 会活下去的 老廖不太熟练的安慰他 也许你以后还能读大学呢 他只是无所谓的笑笑 Z区实验室的遗址很快就找到了 这里是一座大型的基地 有着很大的地标 其实并不难找 就和照片上显示的一样 有被炸弹破坏的痕迹 电子数据完全无法恢复 找到的纸质材料很少 但是这个王专家 会不会像自己告诉王医生的那样 这文本藏在了某个隐秘的厕所呢 带着这样的想法 我们重点针对厕所找了起来 最终在一个厕所的小隔间里 找到了一本书 上面写着 重磅推出天才博士回忆录 我觉得这个王专家 简直就是个天才 也许博士针对他的个人信息 研究过很多回 把他的整个信息都搅烂了 也没能分析出来 到底他选取了哪本书 作为母本 结果就是自己的回忆录 被彻彻底底摆了一道啊 我们带了足够的粮食 老廖负责放哨 实际上这里也没人 而我们三人则负责破译密码 我把这两页密码 全部翻译成文字 并抄录在了纸上 实验室笔记 2024年2月8日 今天是我被委以重任的第一天 去见了被感染的十几名病患 他们的情况都非常糟糕 2024年2月12日 见到了博士 他是我的同事 也可以说是我的竞争对手 他和我一见面 就狂热地弹起了环 净枯竭和资源短缺的问题 令我产生了一些不太好的回忆 2024年2月22日 我对博士的所谓 人类进化报有消极的观念 这种短时间内进化的代价 一定非常巨大 可惜他不可能听尽我的建议 2024年6月28日 我的疫苗有了很大的进展 如果临床的实验成功了 马上就能大批量制造出来 2024年7月12日 消灭病毒的同时 似乎也会消灭掉病 毒强化人体的功能 相当于恢复原本的身体素质 不过只要不再死人 一切就值得了 2024年8月21日 博士似乎在密谋些什么 他很谨慎 似乎有一些人在帮他 2024年10月21日 老天爷 我看到了什么 他们找到了一个体质特殊的志愿者 向他注射了病毒 A01似乎拥有了断肢重生的能力 但是他们一直在反复对他进 行断肢的活体实验 2024年10月22日 我似乎找到了博士的研究日志 他在里面重点强调了A01的进化 他似乎已经接近传说中的永生 这太可怕了 2024年10月23日 博士疯了 我发现他在每一个实验体身体里 都植入了炸药 A01的那颗威力是最大的 他到底想干什么 2024年10月24日 博士好像发现了什么 我觉得实验室里有很多他的人在监视我 2024年10月25日 A01很痛苦 他看见了我 他在求我救他 2024年10月26日 可怕我才发现 博士笼络了绝大部分人 也许我才是那个少数派 2024年10月27日 不行 我必须做些什么 我把研发的疫苗数据存在U盘里面 偷偷交给了那个实验体 我和他约好了 我放他走 他把疫苗公布出去救人 后面的内容就没有了 我猜测王专家在27日遭遇了不测 最后死于博士手里 那个实验体应该就是我 我的身体里也有一颗炸药 引爆的方法是什么 也是遥控器吗 但是他在日记里说我已经接近永生 这怎么可能呢 U盘又在哪里呢 我拼命地敲脑袋 却想不到任何有用的记忆 冷静一点 老料不清不重地打了一下我的头 然后说道 虽然你想不起来 但是你始终是你吧 思考一下 如果你当时拿到了U盘 博士却在追杀你 你会怎么做 盘送出去 绝对得在一个博士不可能想到的地方 那会是哪里呢 我盘腿坐了下来 盯着眼前的废墟开始思考 已知我当时孤立无援 根本没有人能帮助我 为了把U盘 目光游一尖 我看到了大腿的位置 那里已经不会痛了 但是残存的灼烧感 似乎还弥漫在鼻尖 最不可能的位置 会是这里吗 把U盘藏进大腿里 也有可能的吧 我摸了摸大腿的那个部位 似乎能感觉到里面有硬块存 在 老料 有没有刀 你仰头问他 他一言不发地 抽出一把小刀扔给我 你的手抖了抖 用力地刺开大腿上的肉 疼 太特么疼 为什么我总是要遭症罪 实在是动不了了 我对着老料点了点头 示意他来动手 他没有犹豫 在我的大腿内侧翻找了起来 最后拿出一个带血的小塑料袋 里面装了一个小小的U盘 虽然同样是自己 但是我也想对过去的自己说一声 你真是个狠人啊 我的血液已经开始凝固了 老料神情严肃地看着U盘 说道 这个就是那个了 是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 问道 那么 你信得过我吗 我笑了 老料 你应该知道 我是不死的吧 如果被判了 我追到天涯海角 也会杀了你哦 他哈哈笑起来 那你就来杀我吧 我等着你 等笑完之后 他又正色道 之前给我发照片的那家伙 我会联系他的 他本身也是个很优秀的研究员 只不过忍受不了H区的氛围才离开的 现在想想 他真是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我们才刚出M区的时候 十一终于和我们取得了联络 他说自己找到了一百来个扬声器和无线电 还找到了A区附近不远处的一个广播台 虽然数量很少 但是聊胜于无霸 我带着中年人和年轻人 同老料分道扬镳了 虽然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感觉自己在做一件不错的事情 年轻人对我说 中年人开着车 终于找到了十一给的地址 按照原本的设想 能找的人应该不多 但是人数至少 还是超出了预料 一群人带着沉重又疲惫的眼神看着我 似乎在等着说些什么 他们现在已经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 早先在我们和林先生 较中一些鱼党的散步下 他们知道了 A区有许多的粮食 有一些人主动发起了进攻 但是已经死在了火力压制下 还有一些人 更加畏惧当前的死亡 已经回到原先的地方 继续为了那稀少的粮食资源 挥起屠刀 只有一小部分人 不愿被鱼弄摆布 不甘心如猪如狗般被对待 于是他们选择来到了这里 更加沉重的压力压在了我的身上 不过越是这种时候 越是不能放弃 现在请大家回去休息 这里是一些我找到的粮食 请你们有序领取食物 三天后我们将发动进攻 我让丧尸们把食物搬了进来 实际上并不多 但是每个人一天只吃一顿的话 似乎也能挨过去 可人总不能天天只吃一顿吧 所以只能速战速决 我开始不间断地和中年人 年轻人开始调试无限电频 到录音指挥丧尸 把他们全部聚拢到一起 越这样做 就越发认知到自己成功的机会渺茫 硬了 丧尸毁不掉 也爬不上去 而你们并没有什么大型杀伤力的武器 难住我们的 还有A区那扇坚固无比的大门 因为它太坚固 我有一个想法 十一对你说 我身上有一颗炸弹 威力很大 直入炸弹的人说威力可以炸穿坦克 我想 炸弹可以挖出来吗 我问道 十一摇了摇头 他们说这个是特制的炸药 外部很坚固 只会和心脏内部连接 只有按下按钮 或者破坏心脏才能引爆 这个就是引爆的条件吗 如果十一的炸弹是这样的 那我身体里面的炸弹 会不会也能用呢 记忆里那个人 似乎没有引爆我身上的炸弹 在过去的每一天 我总是不断地杀人 然后期待某天被杀掉 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美好 现在有一个机会 能让世界变得更好 那我为什么不这么干 如果在过去 你是应该被保护的对象 虽然没有了记忆 我却仍旧这么认为 哪怕在这种时候 也不该是由你来干这种事 可是我是罪人 他执拗地说道 我杀了很多人 那你就好好赎罪 别想着死掉就能解决问题 我把手伸过去 拍了拍他的肩膀 微笑道 这种事情 就让大人来干吧 三天后 这本该是个极好的清晨 第一抹阳光穿过柏云 撒在地上 照亮了眼睛 我一步一步走到了 A区大门的门口 里面没有动静 似乎还在观望 十一拿起了对讲机 对着我说 开始吧 在那三天的时间里 我和十一试验了 我的声音对丧尸的影响 证实了录音可行后 就将自己所能想到的指令性语言 全部录了下来 我们重新整编了丧尸和人类 在每三百人的丧尸队伍里 安插五名人类 他们通过录音机和扩音器 对丧尸进行指挥 人类之间通过对讲机进行沟通 负责现场指挥 是我带来的中年人和年轻人 他们会将所录下来的画面 进行实时转播 老廖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等他一坐到广播塔上 十一就会通过对讲机向我确认 我平静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 对着心脏的位置扎了下去 临死前 我说道 王医生 请你看一场美丽的烟花 哄 冲天的炮火声直上云霄 炸出了一朵小小的血雾 天亮了 大门被炸开了 身体很痛 有种被灼烧的痛处 你醒了吗 是一道女生 感觉有点熟悉 她还在自顾自地说着 哈哈 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我自己也很惊讶 从停尸房出来的时候 大家以为我扎湿了 给吓个半死 我后来想想 也许是因为我经常对自己做实验 身体产生了抗药性 吃了那个毒药 进入了假死状态吧 哈哈 我的视线才清晰过来 就看见自己 似乎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地方 身前站着一个女人 二十多岁 中短发 黑眼圈浓厚 活像熬了三天的大夜 最开始没抱希望 但是老廖说你是不死的 非要把你捡回来 结果没想到四年后 你真的自己活过来了 她哽咽着说道 不好意思 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看着她说 不过我觉得我应该认识你 那就重新认识一下吧 我叫王师 他是十一 在你昏迷期间 我们也设想过这种情况 猜测也许你没死掉一次 就会丧失全部的记忆 这也是某种待场吧 她露出一抹莫名的微笑 我来解释 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 我这才发现 他站在女人的身边 清秀的脸上有着淡淡的腼腆 那个叫十一的男孩 坐在了你棺材的前面 顺手削了一个苹果 慢慢对我说了起来 我是一个身上带着 解决丧失病毒的实验体 拥有死不掉的体质 四年前为了打败达尔文教 选择了牺牲自我 自暴破开大门 最后让达尔文教为阴谋覆灭 然后四年后我醒了过来 就这样 我露出了无语的表情 省略了太多了吧 我感觉什么也不知道啊 这样啊 十一把削好的苹果塞进嘴里 恋无表情的 说道 是你太笨了 才没办法理解吧 十一 好好说 女人轻轻拍了一下她的额头 她一下子露出不服气的表情 那让老廖来讲吧 她扭头 看向门口站着的男人 那个叫老廖的人 看着很年轻 脸上有一道很深的刀疤 看起来有一些年份了 老廖走到我身前 抢过了十一的苹果 坐在棺材板上说 道 你自爆了以后 我指挥他们冲进了A区 以下是老廖的回忆 十一抹了抹脸颊 那里有一点湿润的冰凉 老廖看起来狼狈极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坐在广播台上 对着话筒 用留下的语音开始指挥 死了都死了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冲进去 情况却出乎意料 里面活着的人数甚至更少 少得可怜 更多的尸体堆在旁边 他们麻木地坐在垃圾桶旁边 翻找着里面已经长出蛆虫的垃圾 一口一口塞进嘴里 闯进来的人 甚至也被这一幕惊呆了 他们沿着街道 走到A区内的实验室 那里也已经被毁掉得差不多了 旁边有一个老人 孤零零地坐在轮椅上 浑浊的眼珠上布满了血丝 他们后来才知道 那个人原来就是博士 博士在实验后 成功提取出了 所谓能保证进化的药物 极度自负的他 相信自己的能力 迫不及待地注射了药物 结果真的实现了不死 但是他却发现 自己身体老化的速度 比一般人都要快 才仅仅两年过去 他看起来就像是老了20岁 接受了药物注射的其他人 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以为这是过度熬夜和操劳的结果 在A区内 一场针对博士的内讧开始了 博士当然不会屈服 竭尽全力地反击了 A区被分裂成好几个区域 在陈主任死后 大门被彻底封闭了 最后存放粮食的位置被博士炸了 所有食物都被烧没了 曾经保护他们 不被丧失伤害的大门 反倒成了禁锢自由的枷锁 那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吗 听到粮食没有了 我一阵心痛 当然没有 老廖直起身子 把我从棺材里拉出来 笑道 带你看看外面的世界吧 他拉着我走出大门 我看了一眼 身后是一栋房子 上面用烫金的牌匾写着 A01医院 这是纪念你的 王师解释道 街道上车水马龙 马路修得很宽敞 街边还有小摊小贩 在卖些水果蔬菜 远处是几栋大楼在修旧 两个路人路过我身边 露出激动和兴奋的神色 对着我身后的某个地方 指指点点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转身一看 大门上挂着我的黑白照片 眼睛很奇怪 笑容很奇怪 像是屁上去的 有点阴隆晚载的味道 王师刚大的解释道 有一段时间 以为你要一直死下去了 为了让大家不要忘记你 才把你的照片挂上去的 我可谢谢您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把挂着的照片拿了下来 在粮食被烧掉之后 大家确实陷入了绝望之中 但是你找回来的疫苗 真的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家听到被丧尸抓伤 还有恢复的办法 一下子就没那么害怕了 老廖解释道 而且凭借你留下来的音频 还能够指挥的洞丧师 他们只要听话 就和涌动机差不多了 你满意现在的新环境吗 十一最后问我 我看看远方的房子 看看街边三五成群的行人 再看向身边 都还好好活着的三个人 笑着点了点头 嗯 很满意